综合近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和俄新社18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谴责美国向乌克兰军队提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称这是美方的又一个错误 而俄方仍有能力击退此类导弹的袭击 10月18日在访华行程结束前的一场记者会上 普京说我们当然有能力击退这些袭击 并表示这些美国导弹最终将无法对战场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他强调最重要的是这些武器根本无法改变接触线上的局势 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普京补充说美国交付的ATA CMS导弹无法帮助乌方在战场上扭转局势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对乌克兰没有任何好处只会延长痛苦 他表示这是美国的又一个错误 并且是说如果美国没有提供这些导弹 就可以在以后将自己称作是好人 因为美方可以说 如果我们提供了可以提供的所有武器 那么局势会发生改变 但这会造成更多的伤亡 而我们是好人 我们没有这样做 普京继续说 但他们这样做了 而且将不会得到什么结果 因此这是一个错误 RTA报道称 在普京做出上述表态之前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 美国秘密向乌克兰提供了约20枚ATA CMS导弹 条件是乌方不会使用这些导弹 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普京在记者会上承认 美国提供的这些导弹会造成伤害 对俄罗斯构成更大的威胁 不过他认为 最严重的错误是美国越来越深的介入俄乌冲突 而且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 任何人都不要试图声称他们没有参与其中 我们相信他们参与了 普京说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早些时候报道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日承认乌方已经收到ATA CMS导弹 并对美国表示感谢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阿德里安纳沃森当天也证实 美国最近向乌克兰提供了一种 射程达165公里的ATA CMS导弹 我们相信 这将在不危及我们战备的情况下 大大提升乌克兰的战场能力 CNN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 乌克兰已在使用ATA CMS导弹 袭击俄罗斯在比尔江斯克和卢干斯克的机场 同天乌克兰军方在社交平台X上称 乌军的袭击摧毁了几架俄罗斯直升机 一个弹药库和一个防空发射装置 但没有具体说明他们是否使用了ATA CMS导弹